大家好,欢迎来到汉才汉语教学频道,我是刘老师 今天我们要分享的内容是HSK5级阅读题的第二部分 选择与内容一致的一项 今天将以H51220这一道试题为例 讲解第61到第70题这类型的题目如何解答 这一部分是第61到第70题,阅读题的第二部分 我们看第一题,也就是第61题 杜甫是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 在中国古典诗歌史上的影响非常深远 被后世尊称为诗圣 他的诗也被称为诗史 杜甫与李白合称李度 为了与另两位诗人李商隐与杜牧及小吕杜区别 杜甫与李白又被称为大李度 杜甫是非常有名的诗人 这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内容 我们看选项 A,李度的诗歌风格一样 就是李白和杜甫的风格一样 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 但是如果你不知道 也没有关系 因为在材料中没有说李白是什么风格 其实李白是浪漫主义 然后杜甫是现实主义 它们区别非常大 不一样的 所以A不是我们要的答案 B,杜甫参与了诗歌改革 这个我们在材料中也找不到诗歌改革的内容 完全找不到 所以没有关系 C,杜甫的影响比李白大 我们在材料中找关于李白的内容 然后与李白合称李度 合称大李度 完全不知道他的影响谁更大 因为杜甫是师圣 杜甫是师圣 李白是师仙 所以很难说谁的影响会更大 D,杜甫的诗歌影响很大 在材料中有一句话 在中国古典诗歌史上的影响非常深远 影响非常深远 意思就是影响非常大 影响很大 所以D是我们要的答案 A,B,C都和材料没有关系 不是我们要的答案 所以D是正确的 第六十二题 有的人在难受的时候听听音乐 会觉得心情好一些 这其实就是在无意之中 接受音乐治疗 音乐治疗听起来陌生 实际上离我们很近 音乐可以刺激人的大脑 调节人的情绪 音乐还可以放松肌肉 缓解压力 这一段话主要讲解音乐的作用 音乐对我们的生活 对我们的人生有什么影响 我们看选项A,B,C,D A,音乐会使人孤单 这个说法也不能称为错 有的音乐会使人觉得孤单 没有问题 但是在材料中 我们找不到和孤单有关系的词语 是错误的 B,音乐可以改变心情 我们看第一句话 有的人在难受的时候听听音乐 会觉得心情好一些 当你听到音乐之后 你的心情会变好一些 你的心情就改变了 所以B是正确的 是我们要的答案 我们看C 音乐能让我们更平静 看起来也没有问题 但是在材料中 我们找不到它的根据 材料中有一句话 可以刺激人的大脑 调节人的情绪 这个调节情绪是让人更平静 还是让人更兴奋 完全不太确定 所以C也不是我们要的答案 D,音乐能使人集中注意力 这个说法其实不完全正确 有的音乐可以让人集中注意力 但是有的音乐会使人感到很烦躁 感到很兴奋 所以这个也不是正确的 所以B是我们要的答案 音乐可以改变心情 根据就是听听音乐 会觉得心情好一些 然后你的心情就改变了 所以B是我们要的答案 第六十三题 有个成语叫三人成虎 是说如果连续有好几个人撒谎 说街上有老虎 听到的人就会相信是真的 现实生活中这种情况也很常见 当个人与多数人的意见不一致时 个人很容易放弃自己的意见 来和多数人取得一致 好我们看材料 看选项 A实例是相对的 实例是相对的 实例我们在材料中完全找不到 和实例有关系的内容 错 B做事情要有始有终 从开始到结束 或者叫善始善终 在材料中也没有体现 C谎话说多了 就会让人相信 我们看材料 如果连续有好几个人说街上有老虎 听到的人就会相信是真的 这个和我们选项是一致的 有一个人 两个人 三个人 甚至有十个人 一百个人说 把假都说成真的 这个谎话也会有人相信 然后D 所以C是我们要的答案 D真理总是掌握在少数人手中 这句话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我们材料中没有说是真理 是正确的内容 我们看材料中的最后一句话 当个人意见与多数人的意见不一致时 个人很容易放弃自己的意见 来和多数人取得一致 这个个人的意见是不是正确 是不是真理 我们不知道 有可能是真理 也有可能不是 所以D和材料的关系也不大 C是我没有的答案 三人成虎的意思就是 谎话说多了就会让人相信 可能有一个人两个人说谎话 你不信 但是有一百个人两百个人说 可能就很多人会相信 第六十四题 自我控制能力是人们在没有任何限制的情况下 能够自觉地控制调节自己的行为 避免冲动 并能坚持直到目标实现的一种综合能力 研究表明 自我控制能力强的人容易取得更高的成就 这段话主要讲的就是一个名词 自我控制能力 就是控制自己能 自己的能力 控制自己的情绪的能力 A 自控有助于成功 我们看最后一句话 研究表明 自我控制能力强的人容易获得更高的成就 然后对应 自控有助于成功 这里是简写 缩写变成了一个词语 自控 其实就是自我控制能力 自我控制 有助于成功 对成功有帮助 然后是容易获得更高的成就 所以是正确的 A是我们有的答案 B 要主动认识世界 在材料中完全没有这些方面的内容 C 要有一颗自由的心 与材料的关系也不大 D 行动比思考更重要 这句话没有问题 但是我们材料中没有说到行动 没有说到行动与思考的关系 所以也是不对的 A是我没有的答案 如果是考试的时候 你找到A就不用往下看了 65 人们常说 人贵有自知之明 明既表现为如实看到自己的短处 也表现为如实分析自己的长处 只看到自己的短处 似乎是谦虚 实际上是自卑心理在作怪 持有所短 寸有所长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优势和长处 我们需要客观的评估自己 在认识缺点和短处的基础上 找出自己的长处和优势 这句话主要来解释 人贵有自知之明 这句话 这里的明包括两个部分 一个是看到短处 看到长处 两方面都要兼顾到 都要看到 我们看材料 A要宽厚待人 对待别人 要宽容 要厚道 材料中完全没有体现 B 不要骄傲自满 这个在材料中也没有体现骄傲自满的内容 C 要勇于承认错误 在材料中是短处 看到自己的短处 短处不等于错误 D 不能只关注自己的缺点 是正确的 不能只关注自己的缺点 也要看到自己的长处 长处和短处都要看到两方面 必须兼顾到 所以D是我没有的答案 第66题 一句赞美的话 也许会改变一个人的一生 只可惜 现实生活中 我们往往过于吝啬 不肯轻易吐露自己的赞美之言 却容易在不经意间伤害别人 我们每个人都应该 多一份爱心 在别人沮丧失落之时 送一句温暖或赞美的话 让他感到阳光的温暖 让他知道他不是孤独的 一直有人在关注他 与他同行 这段内容主要讲的是赞美 要赞美别人 赞美的意义 赞美的作用 A应该谨言慎行 说话要很小心 很注意 和材料的关系不大 因为材料主要讲的是赞美 自信的人更美丽 我们材料中也没有说到 自信方面的内容 C生活中需要赞美 这个是我们要的答案 生活中需要赞美 为什么 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多一份爱心 在别人沮丧失落之时 送一句 送一句鼓励或赞美的话 让他感到阳光的温暖 所以这赞美非常重要 我们应该这样去做 所以生活中需要赞美 是正确的 而且第一句话也说了 一句赞美的话 也许会改变别人的 一个人的一生 这是赞美的非常重要 我们需要 经常去赞美别人 生活中需要赞美 这里没有提到乐观的人 只说到了 有的人在沮丧失落之时 在别人不乐观的时候 我们需要赞美别人 但不是说乐观的人喜欢赞美 和这个意思是不一样的 C是我没有的答案 第67题 人类有了语言 就可以积累知识 交流信息 有了文字 就可以记录语言 语言把人和动物区别开来 文字把人类社会的原始阶段 和文明阶段区别开来 文字更打破了语言在时间 时间上和空间上的限制 将语言传送到远方 扩大了语言的交际功能 这段话的前半部分讲的是 语言和文字的和文字 后半部分强调了语言对 文字对语言的作用 我们看 A 文字的历史更悠久 更悠久就是比语言也更久 其实是错误的 因为是有了文字 可以记录语言 说明是先有的语言 再有的后有的文字 B 文字受空间的限制 这没有体现 倒是说 语言在时间和空间上有限制 然后文字是打破了这个限制 所以B是错误的 C 已经有很多语言消失了 在材料中我们没有提到语言消失的内容 B 文字扩大了语言的传播范围 正确 因为文字打破了这些限制 将语言传送到远方 传到很远的地方 扩大了语言的交际功能 就是文字对语言的作用 对语言的帮助非常大 扩大了它的传播范围 是正确的 第68题 由于城市化的速度加快 城市建筑群密集 同时 城市的路面比郊区的土壤植被 具有更大的热容量和吸热率 这就使得城区 储存了较多的热量 并向四周和大气中传递 造成了同一时间 城区气温普遍高于周围郊区的气温 高温的城区处于低温郊区的包围之中 如同汪洋中的岛屿 人们把这种现象称之为城市热导效应 这里的关键词就是一种 气候现象或者叫物理现象 城市热导效应 在物理上应该 物理上应该学过这个词语 A 城市缓解了热导效应 错误 城市应该是加剧了 增加了 扩大了热导效应 B 热导效应应出现在海洋上 这个是不对的 是热导效应是出现在 城市里边 C 城区气温普遍高于郊区 正确 D 热导效应应属于自然灾害 自然灾害就是disaster了 其实它不是一种自然灾害 是一种自然现象 并不一定是灾害 有的时候它的作用也很大 也有好处 所以C 是我们要的答案 城区气温普遍高于郊区 因为城市热导效应 69 八哥生长在南方 把他捉来 经过一番调教之后 他就会讲话了 其实他只是在模仿人的声音 有一次 亭前树上的禅正在高歌 八哥听了 鸡笑禅发不出人的声音 禅便说道 你学人的 你学人的话 虽然学得像 却完全不是你自己的话 我所唱的 却是我自己的歌呀 这是一个童话吧 是八哥和禅的一个对话 八哥可以学人的声音 但是没有发不出 但是这些学的话不是自己的 禅却可以 禅不会说 学人说话 却可以唱自己的歌 看选项 A B C D A 八哥喜欢指挥别人 材料中我们没有看到指挥别人的内容 B 禅的翅膀是透明的 禅的翅膀确实是透明的 但是材料中没有说到翅膀的内容 C 禅 没为自己感到难过 他感到很骄傲 因为他说我所唱的是我自己的歌 所以这个是正确的 D 八哥能模仿禅的声音 材料中没有说到 说到八哥可以模仿人的声音 但是没有说到能模仿禅的声音 所以C是我没有的答案 其实 你有没有见过努力破茧的蝴蝶 正是这种挣扎的过程 才让蝴蝶的翅膀变得强壮 最终飞向天空 如果蝴蝶很容易就从 简中爬了出来 他的身体会很臃肿 翅膀会小得可怜 不管他怎么努力 也无法让自己像其他蝴蝶那样飞舞 适当的压力才能让美丽的蝴蝶 在破茧而出后自由飞翔 这里主要讲的是蝴蝶 破茧成蝶的故事 才用破茧成蝶的故事 然后引出了一个内容是压力 适当的压力有好处 A 压力让人灰心 让人失望 让人灰心 错误 没有提到 B 适当的压力有好处 正确 因为我们最后一句 适当的压力 才能让美丽的蝴蝶 在破茧而出后自由飞翔 就是适当的压力 有好处 有作用 C 面对压力要学会放松 没有提到放松的内容 D 压力来自生活的各个方面 和材料的关系也不大 没有说到压力来自哪里 只说到了破茧成蝶的故事 然后说到适当的压力有好处 所以B是我没有的答案 以上十道题就是 HSK5级阅读题的第二部分 选出于材料内容一致的一项 我们最主要的方法就是排除法 看ABCD 在材料中能不能找到它的根据 如果材料中没有根据 虽然A很正确 B很正确 但是和材料没有关系 也不是我们要的答案 一定要和材料有关系 找到根据 哪一句话可以证明 你的选项 你的答案 最后再做一个小广告 如果你对我们的课程感兴趣 可以通过YouTube或者Facebook 联系我们 谢谢大家的观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大家